哈囉,歡迎收看一星工廠的太空探索模組遊戲體驗視頻 這裡是Lostings in Life 生活那些事 我是小寶 好,那我們快速回到上一期進度喔 EP22 上一期的結尾喔 我們已經發現了就是這個部分 存在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所以 我們趕快先把 目前 還不需要用到白瓶的研究喔 就不管3721全部給他排下去生產 排下去生產 好,那再來呢 我們要繼續來做一些升級 繼續來做一些升級 有一些部分覺得有點怪怪的 就是 就是 這邊 這邊 這邊可能要先做一下修正 就是 讓他繼續的製作 然後 這邊的話 我們先把它升級吧 這樣速度上會快一點 那再來有些產線 像這個鋼我覺得有點 好像有點慢 所以 我們可能要 從頭開始更換喔 好,那邊更換的桶子呢 先跟 呃 有收看的 您 說聲抱歉喔 呃,因為呢 上一期 上一期的那個標題啊 又打錯了 又打錯了 那 真的是因為 時間關係喔 有時候真的蠻忙的 蠻急 然後就 呃 很常弄錯喔 呃 不是這裡 是 這個位置 好,這裡我們就全部 框起來 然後讓他 讓機器人去做就好了 因為 這樣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 這邊 雖然相較之下也 不會差多少 但是 至少 已經有 既然都已經有機器人 我們就用一下嘛 好,這種 其實鋼鐵產線的部分 都可以 升級了 應該是說舊的 部分 像這個都可以做升級了 因為 這個也通常都可以了 那是否換到藍色的話就 不是那麼迫切喔 不是那麼迫切 因為 呃,因為這個就是完全看需求的東西 需求的到那邊 我們再進行 增設就好了 這邊 這邊我們178升級好了 這邊看起來怪怪的 雖然說用量上 可能沒有那麼大啦 好,那這邊鋼鐵的部分 原則上沒什麼大問題 而且 我們來檢視一下 紅版的部分 紅版的部分 這邊的產能依然 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嗯 我想喔 我想可以再多一組 可以再多一組 一起拿 因為 OK 感覺這邊的量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那這邊的話 其實目前也是 蠻窄的狀態啦 但是因為它還是持續有在用 所以我們還是以這邊為主角 因為紅版的部分 之後其實都還會需要用到 這個墊 我們給它改一下 位置 我想這邊 再多加一個 好 OK 嗯 那 還有哪邊的產線 我們巡視一下 這邊的話 沒什麼大問題 產線是非常足夠的 而這邊我們給它 更新一下 呃 sorry 已經開始出現明顯的卡頓 就是 電腦有一點點 負荷不太了 不過沒關係喔 可以玩就好 可以玩就好 我對這種東西要求 的那個 比較沒有那麼高啦 反正 反正都是 可以玩的 那是塑膠的部分 我們一起升級好了 好OK 呃 塑膠的部分 我們連這個夾子 一起升級好了 因為 呃 這邊嗎 呃 呃 這個應該不用 應該不用 應該是不需要 我們升級了一個 沒關係 謝謝 好OK 好那這邊的話一直持續的在拿紅版喔 他還是依然持續的在拿 因為數量還是遠遠不夠 目前因為有 飛行機器人的關係 所以暫時 暫時還先不考慮在做這個 紅版的 擴展 因為要擴展的話有點 小小的麻煩 其實是可以做啦 因為這邊綠版其實供應量 看起來 目前還算 非常充足 我們檢視一下其他的部分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啊這邊完全停了 原因是因為這個太多了 太多了 把他拿掉一些好了 ㄟ 不對 好OK 暫時先這樣放 因為這個足夠我們用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但是目前看起來 我們可能還要再多做一些這個 蒸氣渦輪發電 跟熱交換器喔 因為我看了一下 這邊每一台 可以產生到 他原本是 原本是 40MW 40MW 那因為他有相連 加成 所以會變成120 那相當於4台的話 其實可以輸出到480M MW的 狀態 那這個最大功耗是10嘛 也就是說最少可以接到48台 這邊20台 那我們還可以再接20台 它還是非常足夠的 所以 我們還是可以繼續製造 那我們先把這個造起來放好了 待會可以追加 這兩樣東西 反正都來到這個地方了 銅板 銅板我們就直接到最下面來拿吧 這邊庫存還蠻多的 20台 來 需要的量不少 我們先拿鋼材跟水管好了 水管是足夠的 水管目前是足夠的 那我們就是拿鋼材就可以了 鋼材的量完全沒有庫存 那我們只能到這邊拿 這個需要20台 然後 這個需要20台 這個倒不需要 好 OK 那這邊的話我們 我們把這個給接過來好了 因為 我覺得好像有點 這兩條都是整個卡住的狀態 所以我們 稍微銜接一下 稍微做一下調整 這邊的話直接從這邊拉 嗯 我們要拉到哪一條線呢 嗯 嗯 我看一下 我們把它拉到 拉來這邊好了 這邊我們 稍微做一下階段 然後 將它給輸出 因為我們主要輸出是這一條 主要輸出是這一條 事實上如果可以直接拉到這裡來是最好了 因為這裡輸出的量最多 不過 這裏目前用不到 所以也還好 喔 也還好 那目前看起來一條的量應該是夠了 夠了啦 那這一條的話 就這樣借吧 OK OK 這樣的量會更多喔 因為兩邊都用的用的到 那可以讓這邊的產線持續運轉喔 就比較不會浪費掉 好那我們繼續回去拿我們的銅板 然後 然後 把20台 這個 蒸汽機給做好 17台 再拿一下 再5台 20台 那再來就是這邊的部分喔 那這邊上次我們做的是32台嘛 32台的話 那 32台 難算 需要92 這邊喔 24 6 80 夠了 非常足夠 好OK 那還需要 無限多的鐵齒輪跟這個 藍色的 MOTO BlueMOTO ELECTROMOTO 然後直接說成是BlueMOTO 好我們先不管這麼多 我們先拿 先做 5台 再來 20台 24 24 24 25 25 34 OK Let's go 好35台 我們有35台的 機子喔 好 那多的鐵齒輪我們就放回去吧 因為 避免身上佔用太多的空間 那這個 放不回去 好吧 OK 那就先這樣 恩 恩 恩 那既然照了我們就把它給用一用吧 我們先把它給接上去 空間原本就有預留啦 所以就還好 那這邊也只有一半嘛 那這邊的話就 這邊的話就直接這樣這樣放 這個稍微拉一下 好 OK 原本的蒸氣管線是這樣 那我們就從這邊拉 好OK 那再來還需要加熱導管 加熱導管不曉得夠不夠 然後 喔 加熱導管 比較麻煩一點 對這邊的話比較麻煩一點 OK 這樣應該是可以喔 應該是可以喔 應該是可以 恩 好 剛剛好 好,那通上電之後啊,這邊的 也開始追加了 好,那還有六台,我們都把它一次煎一煎好了 嗯 好,OK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一樣 拉過來 這邊的話,也順便拉一下 好,OK 嗯 好 好,OK 那這個部分就暫時先這樣 好 好 那研究的部分我們就繼續 繼續,反正讓它 繼續研究 把所有會需要用到這個 呃 用來處理好 好,那剛剛經過修正之後 這個鋼鐵目前是 呃,量是非常的順暢 但是這邊我們還是要升級一下 因為 你這邊,這個部分沒升級啊 它會全部卡住 好,因為它出去的初速比較慢 所以它卡在這裡 當它滿的時候,這邊是沒有問題 可是,當它一開始跑的時候,這邊就會更 變慢喔 所以 所以這個部分還是要做一下升級 好,那目前看起來 我們的機器人是 很順利的一直在製造 那其實我也不太確定這樣 產線供應 不供應的了 嗯,至少目前 這邊的部分是沒什麼大問題的喔 那我們一樣檢視一下 我們的各項的儲存量 是否足夠 好,清油的量 清氣的量感覺 還是滿多的喔 還是滿多的 為什麼 清氣的量 主要都是清氣在跑的喔 目前 OK,好,那這個塔 我想我們再多建兩個好了 因為 因為 其實它 越多的話 它那個 可以跑的那個路線就會越多 呃,也不是說可以跑的路線啦 就是說 你相對來說 你 它可以充電 因為它其實飛一飛它需要 需要地方充電 然後加上這個 司令塔其實也是最主要 呃,就是你有多少司令塔 你有多少司令塔 你就可以有多少的這個 呃 這個 這個機器人 所以多一點還是好事喔 多一點還是好事 嗯,流體的部分不能動 好 但是可以適度的追加這個網路 讓它 因為我主要跑的是這個 這個 這個路線嘛 這邊我們也做一下升級好了 因為反正都要升級了 就把它升一升吧 好 這邊也做一下升級到這裡 OK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 簡單一點就是 嗯 放得下嗎 看一下 呃 好吧 殘念喔 原本我想說這邊把它拉開就可以放得下 就不能看起來應該是放不下 這邊也沒有辦法 這邊 也 不太行 呃 不太行 好 我們發生了一個 襲擊喔 我們去 我們去檢視一下 喔 no 非常非常的糟糕 呃 不過還好啦 還好還好 有機器人在 在範圍內 喔 它就蠻好處理的 呃 所以說我們要繼續找地方 放置這個 機器 這個 機器人司令塔 好 好那我後來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是不是可以做 對我可以做動力裝甲而已 我好像都沒有更新嗎 這個還是最原始的 欸 這是模組化裝甲了是吧 喔 所以 喔 我只才缺 那個 電引擎就可以了 那就簡單一點吧 我們來拿一下 哪一組 這組脫下來嗎 丟這樣 OK 那我們就動力裝甲了 那這個的話 嗯 我覺得之後可能會需要用到 欸 呃 我是不是 它是不是把我動力全拆掉了 還是沒有 是欸 它給我拆掉了 好我們做一下外骨骼 然後 你要訂的 然後 裝甲電池嗎 其實我可以做這個欸 處理器跟輕量化材料 好像 處理器跟輕量化材料 做兩個就無敵了吧 是不是 記得沒錯的話 好我們拿一下吧 然後還有處理器 跟 油的燃料棒 油燃料棒 超多的啊 超多的根本用不完 好吧 然後還有處理器 剛好我們有一個 可以使用的 欸 為什麼 喔 不夠 沒事 再回來拿一下就好了 好把它放回去把它放回去 好 OK 各位 好 那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OK的 哇 這麼大 天哪 好 好好 那 喔我們有這個 趕快先把這個排進去研究好了 這個都先等一下 我們先把MK2的動力裝甲先研究出來 好 然後 好吧 這個一樣 這個就比較無所欸 這邊之後都需要白色科技瓶喔 就 待會再說 好 然後呢 我們先確認一下好了 因為 這個是放的進去的 再來 還有這個 哇 OK Good 好 非常好 那這個 待會就 就待會再放吧 因為目前是放不進去 那 這個的話 我們先把它丟了吧 哇 這個這個用不到 嗯 好 OK 嗯 那目前產線的話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的讓 嗯 看起來OK 嗯 好 好 我們繼續來擺放我們的這個機器人 嗯 嗯 嗯 OK 好 那再來就是上面的部分 上面的部分其實擺的一直都不多喔 嗯 嗯 嗯 放在這裡好了 這裡 OK 好 OK 還剩兩個喔 嗯 那兩個的話 嗯 這邊 這邊 這邊好了 因為這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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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那我們暫時喔 暫時先這樣子 這邊還有缺 但是 暫時先這個樣子 嗯 那我看了一下喔 這邊的量其實好像 非常足夠喔 嗯 好 在他研究的同時呢 其實我有個想法 因為 我在想要不要來做一個這個 來看一下 因為之前是 我們這個都各做一個吧 好不好 那這個是火箭控制單元嘛 那這個配方上的部分 就是這個模組啊 這個模組啊 新增了蠻多個東西的 那我在採這幾個應該都是這個要用的 那我稍微看了一下 嗯 還有的東西蠻麻煩的就是 欸 像這個台要這個 這個 就是 加熱板 然後 還要火箭控制單元 跟輕量化材料 然後還有這個 cargo cargo pad cargo pad 呃 這些東西都蠻麻煩的 而且製造速度都非常的久 呃 但是可能會需要用到就是機器人 可能會用機器人的部分 所以 這邊的話 這邊那時候是為了要建造嘛 所以這個原則上我們是可以把它拆掉 因為這邊其實 用不到 好 OK 好這樣我們就多了三個 那這邊的話就沒什麼問題 好一個 兩個嗎 兩個 三個好 OK 這邊缺點 拉一下 好我們把機器人丟回去 嗯 這邊也是 把機器人丟回去 好 那我們才能都接了之後呢 這邊目前看起來是夠用 所以我打算從這邊再 呃 呃 呃 再拉一下 再拉出來使用一下 我不太決定可不可行喔 但是 我們先試試看吧 好我們都 這樣做就好 這邊應該可以見個四台 應該是可以見個四台 沒有 沒有太大問題 呃這邊嗎 呃 喔這邊不行 可以見到六台 好 非常好 呃這邊可以見到六台 那其實 嗯 其實可以到八台 可是八台我覺得 我覺得有點風險 呃 嗯 這邊咯 這邊咯 就是這樣 這樣這樣 這樣這樣 這樣 然後這邊一樣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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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沒關係 這樣應該是可以 這邊的話因為是獨立的 這邊我希望它是獨立的 我就不多加的射線 只要確認它是在 這個 那個塔在那裡 喔這裡有一個 不在它的涵蓋範圍內 所以有點麻煩 好沒關係 沒關係我們這裡還是有 好我們暫時現在 如果讓它拉過來用其實也是可以 我們先把它給接上去看一下 先等它跑完 因為 忽然拉上去 這個量一定瞬間是爆掉的狀態 好OK Lag很大一下 呃 我也不確定這樣子用到底是OK還是不OK 嗯 不過 不過目前看起來是 嗯 好沒關係我們先讓它到這裡好了 我們這邊先放一個物流箱然後 我們用綠色的夾子 好 好 好那 這邊 需要的東西還有玻璃 銅板 鋼材 我們去把它們 呃相對應材料的這些東西 通通都 替換成這個 紅色的箱子 好去確認一下 像這個鋼材的部分 我們 通通都把它給 替換一下 這樣的話它只要有東西它就可以 直接被取用 相對來說會比較方便一點 呃這邊的話我們不要好了 因為下面目前 下面的產線看起來是 量比較足夠的 部分 好OK 好再來就是鐵板 這邊也有鋼 這邊也有鋼 這邊也有鋼跟鐵板 好沒關係 鐵板有了喔 鐵板有 那再來還有銅的部分 嗯 銅的部分我想從 從另外一邊這邊拉好了 因為這邊的銅板 看起來量 那種 異常的足夠 異常的足夠 所以我想從這邊來設吧 我們從這裡 做設置好了 好 OK 然後還有這邊喔 好OK 那還需要哪些東西 塑膠棒 電池 高階電路板 這個倒沒有問題喔 那還有這個部分 這裡我們其實也可以 設置一下 然後綠色電路板 那再來就是這邊 我們也設一下 喔 以避免說真的不夠用的時候啊 就是 真的真的不夠用的時候 這邊的話 稍微做一點點的 那個好了 這邊 這兩段的部分 好OK 嗯 怕它不夠用 水管棒 儲存槽 這個有點麻煩 不過這個應該用不到 看起來是用不到 電池喔 電池鐵板這些都有了 然後玻璃的部分 玻璃 我的玻璃是 還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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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還沒有放 放過去的 好OK 那再來就最後就是電池 電池的部分 電池的部分 電池的部分就無所謂喔 這個應該就不用了 好 OK那目前我們 看一下是否都在範圍內 好那既然有了這些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比較方便喔 就是 玻璃銅板 剛才 塑料棒 塑料棒的部分也需要 所以 稍微進行一下 好OK 好這邊的話就沒什麼大問題了 我們確認一下 OK好 那 這邊我們是不是應該做一下協調 煤礦的 煤氣的部分我們先暫停 因為 暫時先不用 好 好 好 那我們就 先來處理一下這個東西 輕量化 材料 不是輕量化材料 說錯了 這個火箭控制單元的部分 好 火箭控制單元 因為我們的燃料在這裡嘛 所以我在想應該會把它setup在 這一區吧 這一區好不好 暫時先用在這一區 反正它都是飛來飛去嘛 好 火箭控制單元 火箭控制單元 那 我們就用 這個技術的應該就OK了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吧 放在這裡 好 那這裡我們就需要用到了 從這裡這個 從物流箱中指定 那 玻璃5 一次需要玻璃5 所以我們就給它setup 十個吧 玻璃50個 50個 然後再來就是 鐵板電池都是高階電路板都是50個50個 鐵板 是不是 確定一下 鐵板電池高階電路板 鐵板 我們把它補到100個 我們讓它補到100個好了 鐵板電池 鍵板電子 電路板 束 100 電池 這裡 是100 好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是 處理器 嗯 100的話就20個嘛 那處理器的話就20個 好OK 這一個部分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喔 OK 那火箭控制 單元的部分 這裡 我們放一個無油箱 好 火箭控制單元 是這樣 沒電是吧 沒電好 OK OK 非常順利 非常順利 好那這邊的話需要鐵箱 鐵箱 還蠻神奇的鐵板 八個耶 我的媽呀 八個鐵箱 需要幾個啊 蛋吃的話 需要四個啊 天啊 我們這邊等要找一個 鐵產量比較多的 好吧看起來就是在這裡啊 看起來就是在這裡啊 這個沒有之一喔 真的沒有之一 鐵箱 而且這裡是最靠近 最靠近這個 地方的 那這邊的話其實也不用多喔 我們就這樣做滿就好 這邊我們也升級一下了 好到這裡讓它忽然慢下來這樣 好OK 這邊應該不會影響到什麼部分吧 看一下 會耶 不過這邊倒不影響 因為這邊是 最主要是這個 科技瓶 會有一個緩衝啦 不會影響太大 呃 那這個部分呢 剛才 哇有需要 我們一樣給它放在同樣的位置喔 我們一樣放在同樣的位置 這樣的話到時候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一樣 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需要這個需求箱 然後一個緩衝箱 然後一個緩衝箱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需要什麼 呃 六個鋼材 所以要 嗯我這邊都是準備20倍啦 所以 呃 120 80 80 好我們先來 120的鋼材 120 鋼材 然後 80的 高階電路板 80的鐵箱 80 鐵箱 80 好 再來就是 最後一個 快速機械幣 20 所以它是40囉 40 40 這應該在這裡 40 OK 好 好 那這邊的話就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呃 呃 PAD OK 好 那這樣這邊也沒問題喔 嗯 好那這個部分其實也需要 儲存槽 嘖 有點尷尬 需要鐵板跟鋼材 嗯 有鐵板又有鋼材的地方 又要去 又要足夠我們使用的 嗯 好吧 我能想到的就是這裡了 這邊是我們唯一 有很多鐵板 然後 而且這邊的鐵板是沒有那個的 就是 啊 但是這邊的路線 有點雜亂 需要20個是吧 好這裡我們 稍微做一下升級 為了 因應我們再來 需要用到的東西 好 因為這裡需要鋼喔 因為我們這裡能做的 就只有這裡了 看起來是只有這裡 看一下喔 有點麻煩 這邊 這邊 這邊也不太能做 所以 不行 動不了這邊 嗯 嗯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只能夠用另外一個方式了 因為 就只能夠用另外一個方式 不得已 中的不得已 那 好吧 儲存槽 OK好 我們把電接上 我們把電接上 這個的量也不需要太多 勾用就可以了 好 那儲存槽的部分也有了喔 那水管跟棒譜 棒譜 棒譜的話 鋼材 水管 跟 藍色的摩托 藍色的摩托 跟 嗯 水管還有鋼材 水管 這個有點麻煩 藍色的摩托 沒有 然後水管是在 呃 這個地方 水管在這個地方 嗯 嗯 嗯 這個部分可能需要升級一下 升級也不行 好吧升級好了 這個部分順便升級一下好了 好 OK 好 那這邊的部分我們做一下升級 讓它速度稍微快一點 這邊也升級一下 好 那 嗯 因為這個棒譜需要 水管 跟鋼材 好 那水管的部分既然沒有的話 那就算了 就算了 我們直接從這邊 取一下好了 好 因為這邊剛好有我們要的東西 好 OK 那這邊的話我們先放一個這個 然後 放一個紅色的 這邊的話我們做 這個 部分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需求 水管 需求這個水管 100 好 然後這個需要的量 也不用太多 呃 每一個只需要一個 一個棒譜 只需要一個棒譜 所以這個量應該可以 可以再更少一點 好 好 OK 那我們可以 一樣製作一台這個東西 那 一樣 我們把它給放在一樣的 相對的位置 比較接近的位置 好這裡好了 其實到後期還蠻簡單的啦 只要 機器人的數量夠多的話 其實還蠻好 操縱的 好那一樣我們做20個的 儲備 就是40個 進階高階電路板 跟40個水管 40個水管 然後40個 好 那再來還有什麼 看一下 20個儲存槽 跟20個棒譜 20個儲存槽 跟20個棒譜 好這些部分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都不會是什麼大問題 好這三個的布 部分都有了 這三個部分都有了 非常順利 那 所以呢 我們 這邊 就只缺這些東西了 好那這邊的話 因為它製造速度其實蠻慢的 所以我們就 讓它慢慢的製造 讓它慢慢的製造 我們去確保一下 我們的機器人是足夠的 好 只要確保機器人足夠 就OK 哇 紅板不夠 紅板明顯不夠 看來我們勢必要再多用一條這個 銅板的路線 那目前看起來可以增加的就是最快方式 就是從這裡拉過來 因為這邊用的量好像 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這邊主要是來這邊而已 如果要拉的話 從這裡走 好可以我們 我們試著從這邊拉一條 可以 緩解一下壓力的 路線過來 當然不一定喔 不一定 也有可能 反而後面又拖垮了其他的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全部 做一下 隔開 好 OK 這樣好了 這邊的話 直接這樣 OK 好 好 OK 這邊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這樣的話應該是 可以稍稍微的緩解一下 那也可以增加一些量喔 右邊的量比較多 看起來還是不太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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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勢必呢這個銅板的部分 是一定要在追加 這邊是怎麼什麼情況 結果更新之後他跑太快了 看起來 這也是個 這也是個蠻麻煩的地方 那這邊也明顯喔 我們的 鐵礦 的量 有點不太夠 是不是啊 其實他是足夠的 但是 這邊 為什麼會整體很緩慢呢 啊 可能新了 我們把這邊的部分做一下升級 喔 sorry 好 好ok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 好 好 那煤礦的量 看來我們要四度的增加了一下喔 因為 感覺整個量變得非常少 是不是因為這裡的關係 這裡 這裡沒有更新到 然後這邊的話 我第一次看到 我之前我好像有看過了 但是有點忘記了 然後確定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那個東西 夾子夾不到東西還蠻好笑的 應該說 我看過 可是我一直都覺得 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 欸 夾子竟然會 他竟然會 夾不到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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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是真的 真的還蠻好笑的 這個部分還有在用嗎 應該是沒在用的這裡 嗯 這一段好像也沒有在用了齁 所以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 其實可以把它直接主力輸出 就這裡就好了 反正優先輸出右方 OK 好 然後優先輸入 左方 好 這樣就沒什麼大問題 我們檢查一下 確認一下 我們的這個 部分 好 那目前銅板就沒什麼大問題了 所以 這個運作的就還蠻順 算蠻順暢的 嗯 呃 再來應該是夾子的部分沒有跟上 可以看到很多機器人 欸 什麼東西沒跟上 不然發現 石板的量 石板的量沒有跟上 所以這裡我們可能要在另外 呃 再追加一個石板喔 追加幾個做石板的 呃 但是這邊 嗯 要從哪邊拉呢 呃 忽然有個想法 但是有點遠喔 有點遠 呃 我們上面這裡不是有一條是 對啊 真的有點太遠了 呃 有點滑不济機 所以最快的方式就是 再重新 在這邊再造幾個 然後 呃 走另外一個路線 過來這邊做一個銜接 但是 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 嗯 嗯 其實如果單純把 把這個 部分給拉出來 其實是可行的 我們 做一下嘗試好了 不對 拉錯地方 呃 因為做石板的機器還比較簡單一點 這邊 這邊 好可以 我們可以順利的拉出來喔 呃 但是這邊要怎麼過去呢 這是個 嗯 蠻頭痛的問題 呃 呃 原則上我可以直接在這邊 就讓他製作了啦 可以在這邊就製作了 這邊 這個位置 這邊的話就可以直接做 從這裡 從這裡開始 這裡開始 好 至少可以做四台喔 可以做四台石板 好 那這邊的話 好 那這邊的話 沒有問題 呃 這邊可能得要 先走來上面再下來 這是 不得已 衝得不得已 好OK 那順利的開始 生產了 目前看起來可行的路線只有這一條 沒有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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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應該是這樣走 沒有錯 嗯 不對 不對不對不對 只能走這邊 只能走這邊 哦 這樣也不對 這樣也不對 這樣才對啊 嗯 從這邊過來 但是這邊有個問題就是 嗯 嗯 因為它是在靠右側 那我現在這個是在左側 所以 我應該做一下更換 就是 我讓它直接就是在左側 這樣子應該是比較OK的 好OK 那這邊的話就沒什麼大問題 好OK 好那這邊的話 綠板就沒什麼問題 它就可以非常快速的 呃 好那這樣的話 綠板的產線 應該能夠 呃 跟得上喔 應該是可以跟得上 那相對紅板 也可以跟得上的話 就沒什麼大問題 嗯 OK好 好 目前至此 所有的東西 都 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了 沒什麼大問題 那機器人的部分呢 哇已經全部跑空了 已經全部跑空了 嗯 紅板的數量有明顯 比較快了 所以我們的機器人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一直到最滿的狀態 OK那這邊沒有問題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實際生產狀況 是OK的 嗯 那這個可能也需要先製造 所以 這邊 這邊 這個也可以直接 呃 先擺一台下去了 這個就擺在這邊吧 這個就擺在這邊 呃 要一個藍箱的需求 然後 呃 暫時先這樣放 好 那 它的需求 比較簡單 就是 嗯 欸 這個是什麼意思啊 我看不太懂 這個是五個這個 然後 然後 Rocket section 然後製造出一個 喔 ok good 懂了 壓縮嗎 這有什麼意義 好吧 不懂 嗯 好我們暫時不理他 暫時不理他 暫時不理他 我們一樣 這個的 這個部分喔 倒不需要太多 我們準備五個的量就好 五個 五個的量 所以 所以 五四二十 二十個 然後 二十個 輕量化材料 二十個 加熱板 二十個 然後 二十個 二十個 然後還有什麼 輕量化材料 跟火箭控制單元 喔火箭控制單元 需要這麼多啊 我的天啊 啊 NO 那也就是說我需要 四足樓 等一下再來處理這件事情 我們先把它給弄 弄出來 輕量化材料 反正還沒通電之前 是都沒有問題的 然後火箭控制單元 也是二十 再來就是 這個 這個 cargo p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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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台 十個吧 然後 4個 OK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需要十台啊 這有個問題 這有個問題 我有點麻煩 完全那時候沒想這麼多 好我們一樣這樣好了 然後 一個兩個 三個 一個兩個 三個 三個 呃 我們確定 不能複製喔 他不能直接把它複製過去 所以 好 OK 像這個是可以複製的嗎 這個需求他是沒有辦法 可以耶 竟然可以直接拉過去 所以 好那就沒什麼太大疑慮囉 沒什麼太大疑慮 OK好那就這樣 好吧那這邊的話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就直接做成這個了 直接做這個了 就沒什麼大問題 好OK 那目前這樣就沒什麼 呃 就讓他去飛吧 讓他去飛吧 這個紅板的數量真的有點 頭痛啊 噢 看來紅板的量 是絕絕對對對的 需要再做很大的追加 看來這邊的 狂區啊是 估計要用到的 估計要用到的 嗯 哇哇哇哇 你看到沒有密密麻麻的東西 好OK沒有關係 我看一下這邊的紅板料 欸這邊的紅板量非常的多啊 為什麼 天哪 這是什麼情況 我估計可以直接從這邊拉一條線 就 拉過去都沒什麼大問題 我們來嘗試看看好了 我們用目前最貴的 嗯 嗯 要拉紅板到哪個地方呢 要直接拉到這個地方來 從上面拉 嗯 這邊過來之後就 分了兩個 好 所以主要是這裡 主要是這裡 好我們 看一下我們怎麼拉比較好 我們把我們的紅板 一路的 拉過來好了 這邊 反正這邊紅板的量 竟然這麼多 或者是這邊的嗎 這邊也可以 這邊其實也蠻多量的 嗯 嗯 這也是個問題 嗯 我們該怎麼解決呢 該怎麼解決這個 紅板的部分 欸 為什麼 這邊的量 明顯不太夠 嗯 好我們來解決一下 這邊的紅板應該也可以利用一下 好 好 OK 那這邊的紅板 哇 很剛好欸 非常剛好欸 他非常剛好的在這一個方向 那 欸 那我們的紅板是 紅板其實沒有很刻意 跑哪一邊 所以兩邊都可以跑無所謂 OK 反正到這邊他也是 做這樣的匯流 OK好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 進行一下 這邊喔 就原則上我們只要有兩個就夠了啦 這邊 這邊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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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等一下那個 那個礦可能會用到 所以 銅礦的部分 所以 我們就從最上面的部分走 吧 從這邊好了 能走上面就走上面 我們沿著邊邊走 省得一回還需要這個 去 省得一回還需要在那邊移這個線喔 有點麻煩 這邊原則上是不會動的啊 所以 可以 可以 盡情的拉 好 那 要從哪邊拉呢 應該要從上面走 因為下面這裡 看起來 不太可行 不然就是要從這邊 一路走過去 這邊的話也 不太可行 所以我們讓它 走到最上面去吧 好 這邊的話 沿著這個走 好尷尬啊 這邊 非常的尷尬 好 沒關係 我們就這樣吧 多跑一條就好了 好這邊的話 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這邊 可以很順利的從這邊走 好 好OK 那 這裡就沒啥大問題 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這邊過來 對 再過來一個 欸 糟糕 這麼剛好 好險不遠 快快快快 我們要 時間快不夠了 這一期時間有點超過 跑到哪裡去了 在這裡 好 好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我們順利的把它給拉到這裡來了 再來就只需要把它給銜接上去 就糟糕 好 好 這個不是什麼大難事 OK 來了來了 最重要的 來了 關鍵 的地方 好 那這邊的話 把它給 縮邊吧 縮邊吧 好這裡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好OK沒問題了 這邊就沒問題了 好 這邊的量就非常的足夠 非常的足夠 不過看來很快這邊 這個基線骨架的部分 就會被用掉了 因為 非常充足的紅板量 那這邊的紅板量 一旦過來support之後啊 就是 相對的喔 這邊的紅板量應該也會開始卡住了 因為這邊你想 哇靠 這麼多的量 非常恐怖的量 好OK 這個量非常足夠 好 好那我們檢視一下我們的機器 是否都有持續的在運作 嗯 有很好 喔它為什麼是這樣子的 2 4 6 2 4 6 2 4 6 8 4 8 它是這樣放的啊 喔 那我知道為什麼它要那個了 那我們再多放兩個箱子 多做一點好了 之後不曉得會不會用到 感覺會用到 好那這一集的話喔 這一集的遊戲視頻呢 我想大概到這裡結束 時間可能有點超過 那也做了很多其實外外的東西 呃 那因為我想先跟各位說一下 因為 我平時都有事情喔 這個一天就是大概就玩一次 喔 可能到兩次 不一定 大部分一次 一天就一次啦 那其實可以思考的時間也沒有太多 大概都是遊戲結束後大概五分鐘 十分鐘大概看一看 然後 然後 嗯 就 就大概 結束了 喔 就去做其他事情或去休息了 那今天時間也有點晚喔 那 我們現在就明天再繼續吧 因為 看起來我們至少這部分先做 那因為這兩個東西喔 這個 火箭發射警跟這個 這個 Cagoraki Zero 這個有點 這應該也是一個火焰發射警吧 但是我看他的英文說明他說 Lunch is it inventory into space 就是你可以允許你去 呃去外太空 喔 然後 這個比較不懂 是 Enter Enter using Enter Near the front door 好吧 看起來好像是 它可以 就是 你可以做船出去嘛 這個應該是令人非常exciting的東西 好 應該最重要的太空探索 我想模組的情懷應該就是這個東西喔 Cagoraki Zero 那需要的東西非常多 需要東西非常的多 那 有可能喔 有可能到時候看狀況喔 如果真的需要的話 我可能會 開著一個小時就讓它放置吧 讓它跑一跑 好 然後我們就跳過一個小時 再繼續下一集 也有可能 好OK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今天的遊戲視頻 就先到這裡了喔 我們到一個比較 沒有 沒有干擾的地方 才不會到時候 這個 呃 電腦嚴重lag 好OK 那今天視頻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你的收看 那現在是凌晨一點 好 那我先 不管你什麼時候看 我還是要說聲 大家晚安 OK 我們下次見 拜拜